教育部网站4月9号消息 教育部港澳台办负责人 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综合考虑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及两岸关系形势 决定暂停2020年大陆各地各学历层级毕业生 赴台生读工作 对已在岛内高校就读 并愿意继续在台生读的陆生 可依自愿原则在岛内继续生读 当务之急要解决陆生返回台湾高校就读受阻的问题 切实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大陆高校今年对台招生政策不变 有关高校招生信息 已在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网发布